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在中国的大地上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经济的持续增长推动了建筑行业的蓬勃发展 各种各样的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 新型的玻璃木墙技术在这片优越环境的酝酿下 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和应用 形形色色的玻璃木墙不断涌现出来 用时尚新颖个性的外观点缀着这个多彩的社会 如今随着木墙技术的发展 人们为了使建筑物获得更好的通透空间和明亮效果 从而将单层索网的空间跨度做得越来越大 这就要求必须有更大规格的不锈钢拉索来构成支撑体系 但是大规格的不锈钢拉索不利于生产预输安装 以及施加预拉力 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呢 这就是我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并列双排锁网玻璃木墙 并列双排锁网是由两根或四根不锈钢拉索通过中间的拉索扣件进行连接来组成的 当锁网收立时 刻载可以均匀地分布在几根拉索上 因此拉索规格比单层锁网中的拉索相对较小 从而能方便地应用在大跨度的锁网结构玻璃木墙中 并列双排锁网玻璃木墙的安装一般会经过以下几个步骤 测量放线 毛固耳板定位焊接 毛固耳板校准检验 安装拉索 施加预拉力 安装玻璃夹具 整体调整 施加配重物 安装玻璃 打胶 清理 胶工验收 为了保证木墙的安装施工质量 在准备施工之前 要求建筑的主体结构或钢结构 以按相关程序进行了验收 此外 还需对混凝土主体结构的预埋键进行检验 防止预埋键因主体结构的施工 层间移位 沉降等因素造成的定位误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定列双排锁的安装 首先确定好测量放线的基准点 然后按照施工图纸的玻璃分隔进行测量放线 确定出每根横向拉索和竖向拉索的位置 并在主体框架上逐一定位 焊接毛过耳板 测量放线是安装施工过程中 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 必须严格按施工工艺进行 在测量放线过程中 要注意测量段的控制 可将整个玻璃幕墙分为落干单元进行分段测量 以避免测量误差的积累 此外 还应注意环境因素 以及主体结构受风格在测移对测量的影响 温差较大的地区每天应定时测量 测量放线时风力不宜大于四级 为保证测量精度 应尽量采用比较科学的测量仪器 如激光精美仪 激光指向仪 水平仪 千锤仪 光电测距仪 以及电子计算机辅助设备等高精度测量仪器 焊接毛骨耳板时 未避免偏差太大 应先对好毛骨耳板再进行焊接 所有毛骨耳板安装点焊固定后进行一次检测 以确保定位准确 接下来安装拉锁和锁夹 首先安装竖向拉锁 安装横向拉锁 并列双排锁网玻璃幕墙 完全靠拉锁的拉力来支撑体系的 因此拉锁的质量和性能尤为重要 拉锁在单层锁网结构中处于外漏件 因此必须选用高性能不锈钢脚线 或有防腐涂层的碳塑钢脚线 钢脚线是通过一根根钢丝碾制成的螺旋状钢丝束 在碾制过程中 层和层钢丝和钢丝之间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间隙 这些间隙会造成钢脚线受力后产生非材料本身的变形 拉锁受力后拉力和变形呈现出一种非线性变化 这将导致拉锁设计和实际使用的误差增大 同时这种现象还可能使预拉力拉锁变松 影响索网结构的受力情况 因此在钢脚线下料之前一定要进行预张拉处理 经过预张拉的钢脚线 钢丝分布均匀结构紧密 承载后不会产生非线性变形 并使锁在面受力均匀 同时还能获得准确的拉锁长度 非常精确地确定出拉锁调节量的大小 有效保证了设计和实际使用相吻合 接下来对拉锁施加预拉力 利用拉锁张紧器对一个毛固点上的两根拉锁进行预拉力张拉 并列双排锁网预拉力的张拉需要多次调整 可参照单层锁网预拉力实加过程 分多次进行张拉 使每根拉锁都能达到设计预拉力的要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拉索预拉力施加结束以后 接下来进行拉索扣件 搏接着啊 搏接头的安装 在安装玻璃之前一般应做配动实验 以模拟玻璃安装后所加的变位情况 如果变位过大 应及时进行调整 接下来看看玻璃的安装 然后的工作就是打胶 清理和验收 这里就不多说了 今天强节就到这里 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和大家交流 再见